死 死 阿姨 死 死 死,不要 阿姨 死 你放開 死 死,不要牽著你 不要 痛 我 义 你居然打我 我不是别人 我是你未婚夫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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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句对不起就算了 我跟你交往五年 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 你以前是温温柔柔的 你现在居然学会打人 谁教你 王一万对不对 跟他无关 跟他无关 你下午跟他见面 现在就打人 说跟他无关 你们之前谈见什么 告诉我你们一道成城的事 我跟我去 姐姐 我已经给你倒过去了 我说这个事跟他没有关系 我只是很累 我很烦 爸爸的病逼得我喘不过气 我求求你不要无理取闹 你饶了我 你让我静一静好不好 我无理取闹 王一 我会无缘无缘地无理取闹啊 是你提出解除婚约展现 我没有安全感 这怎么算无理取闹啊 可是 可是 可是我们不适合 你深沉 喜怒无常 你的行为正常让我没有办法想象 没有办法做 是 是 我本来不想结束婚约的 可是 你一心病又犯了 你有事没事 我牛角接你在 我是被你逼急了我才提的 那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阿姨 我所有行为都是因为太爱你了 我急着想结婚 就是想早点安定下来 不用疑神疑鬼的 我可以全力在我事业上倒闭 可是现在 我三番两次地看到王一帆 带着你东奔西奉 而且今天 在我面前把你带走 你告诉我 这不是示威挑衅你 这是什么 你说不出我来 这代表什么 心虚 你 万一 我了解你 你单纯 容易受人欺负 王一帆那个人是个可怕的人 他眼睛里充满野性 他出生低 没有正业 交往分子复杂 你跟这种人来往 只有贬低自己的身份 玷污了自己 万一 我急着结婚是想保护你 你懂不懂 哥 哥 哥 你不要再说了 我求求你不要再说了 你能够什么够给你 你让我听谁的 你让我静一静 让我什么也不想 我只想好好地照顾爸爸 我只想好好地照顾爸爸 我希望可以好好照顾他 陪他走完这几个月 嫁给我 你可以更安静地陪他 我们一起陪他吗 我怎么可以 我现在哪有心情谈婚事 师爷 师爷 如果你真心爱我 请你替我笑一笑 请你成全我的心意 让我可以心无憑地照顾我父亲 好不好 好不好 我办不到 我怕有人趁虚而入 婉姨 你是我的 你爸爸早把你许配了给我 早结婚和晚结婚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你要我成全你 为什么你不可以成全我 为什么要我多等几个月 爸 婉姨 婉姨 我让你付出代价 阿姨 你们有事瞒着我 对不对 没有啊 爸 我们很好 你有瞒着什么 是 那为什么 你最近常常不去上班 是 是 施音的意思 他 他要我在医院多陪陪你 他怕妈妈的心情吃不消 真难得 这就是他心细的地方 得一女婿如此 死而无憾 爸 你说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什么 一向审适 告诉爸 我真的是未亏洋吗 阿姨 回过头来 看着我回答我问题 阿姨 回过头来 看着我 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真的是会归羊 真的 专业 宋先生 气色真好 您 每个人 都骗来骗去 进入一些不找编辑的话 医生 除了即使救人以外 还要不打妄言 这样病人才要配合 对正下来 其实知道了自己得了绝症 也能够充分地准备 给至亲好友安排交代 大夫 现在请你告诉我 我还能活多久 宋仙 对你自己的病情了解多早 孩子们告诉我 是胃亏痒 但是我怀疑 是肝硬化 是 是肝癌 我没有存活的机会 发现得太晚了 比较难 你看 我还能活多久 三个月到半年 也许更久 也许有奇迹 据我所知 你女婿打算带你出国疗养 好不容易回国 是落月 就要归根 我女儿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 我太太毫不知情 令爱和陈先生 打算连他一起满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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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连他一起满 千万千万不要告诉他 宋先生 他依赢 他依赖我成性 他要知道了 会比谁都先倒下去 不能刺激他 也好 既然知道自己来日无多 我可以 当快的安排 我能出院吗 在家休养 也是一样的 谢谢 不然 猜得不错 是挨战 只是没有想到 已经病入膏肓 顶多半年的生命 半年 我能做多少事 我还能为家人 再安排多少 我要不要跟婉姨 我这跟世英谈谈 还有修青 我这一走 他又依靠谁呢 可疑的瞒着我 是他们一片苦心 我就暂时专作不知道 这样也方便安排后事 我 老天娘 我真希望 人在活些岁月 我还有好多好多十倍钱 我还有责任为了 我 我真不放心他们 我找过了 我到处都找过了 可是我就是看不到他的人 我刚以为他睡着 所以我才出去买点东西 最后没有想到回来 宋先生 你帮我来的 爸 爸 你去哪里了 我刚急死了 你躺下 我不躺了 通知师营来接我出院 爸 宋先生 医生知道了吗 知道 是他叫我出院的 我会养回家休养也是一样的 快 快去打电话 好 对了 告诉你母亲 叫她今天不要到医院来了 我是要给她一个惊喜 爸 告诉她 医生说我已经痊愈 不需要住院了 好 是没有她的 这都是光线的 刚才都是光线的 梁小的大名称 对不对 对不起啊 来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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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了 谢了 画得是不错了 就是文案查了一点 再想想看 我要的是那种别出心才 不懂反响 男人修剑 我想要的就是活力的 潇洒的 再不然就是强调 不要不要不要 那都是很通俗很普通的 我要的就是 你给我感觉像是 一听就让人很心动的 以你消费者立场来看嘛 看这个事情嘛 我自己消费呢 帅哥 让让 让让帅哥 男妹惹你别吃我豆腐嘛 你不必惹我 你这样 自然丢女人上门来惹你啦 这男人啊不要长得美 只要长得美 你这身咋办 就是魅力啦 记下来 记下来 就这句话 要美 要魅力 还要穿出你的魅力来 上一桌上牌 我现在就这样上去 门开 在这座 讲明镜上的高院 喂 喂 喂 你跟我说 喂 每次我长一半的 王岐白 你回来了 你一回来就来看我啦 想通了对不对 你还买花来送我 我早知道你这个人嘛 做事总喜欢让人意外 拜托 你小声一点行不行 你这边啊 哦 我告诉你好了 嗯 我也不是专家来看你的 我刚到医院去了 嗯 不在 出院了 护士小姐告诉我的 没见到人吗 扑了个空 喂 小小姐 有客人来访吧 请到我房里来坐吧 好 好 王岐凡 我老板收到房间去坐了 不要啦 哎呀 你很烦咧 走了 快点啦 我们公司就像大家庭一样 职员的亲人朋友 也就是我的亲人朋友 你带花来看廖小姐 一定是关系匪浅 嗯 廖小姐 有个男朋友 为什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 他不是我男朋友啦 他 是我 最要好朋友的男朋友 嗯 王亦凡 我老板呢 您各位 久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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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就说 那个秋冬常常提到你 好 他佩服你佩服得不得了 嗯 我们是哥儿们 哥儿 哥儿们 好朋友 可以帅 帅他大哥 是啊 干吗 坐 坐 坐 我也常听秋冬提到你啊 听说你是在做财产生意 在市区还有一块地啊 包子 哎 哎 那是块肺底堆垃圾用的 菜船也是才刚开始 钱都是东拼西臭的 哎 这都是好生意啊 特别是有土地哦 所谓有土司有财 只要能够盖出房子 就能够伸出钱财来 你那些钱啊 就不用东拼西臭了 哎 我哪有钱盖房子啊 那个钱呢 全部投在菜船生意上面了 你真买到废船了 哎呀 运气不错啊 我岳家也是做建设公司的 啊 对啦 一凡 丁总他太太的爸爸 是台湾有名的大企业老板 他还买别人的地来盖房子啊 我的地不卖了 为什么 这块地会涨 全台北市的地都会涨 现在卖掉太可惜了 嗯 不错 哎 你很有远见 哪里哪里 哎 再两年 再两年啊 全台北市房价都会飙 所以说 我只要再等两年 我王一凡就身价百倍了 啊 丁总 如果您岳家 对钢铁有兴趣的话 倒是可以合作谈一谈 哎 好 哦 打脚了 很高兴认识您 好说好说 钢铁事我跟你问一下 谢谢啊 慢走 我走了 好 再见 这么优秀的男人 为什么只能够帮你房子了 有什么办法 你还没看上我 你对自己好像很没信心吗 那可不一定了 他没看上我 可是他没福分啊 我对我自己可是信心十足 你很有趣 嗯 经常是灵光乍现啊 让人觉得潜力无穷 你到底想到没什么 难道他真的想当歌星啊 我 我想出人头地 想让人刮目相看 可是 可是 现阶段 我只能坐一天和上 敲一天钟啊 毕竟我只会唱歌 也不会其他的本领啊 我能怎么办啊 先求天跑肚子了 拍广告呢 有没有信心 有人找你推荐吗 是个镜头休闲服 想找个新人 我 我行呀 我行呀 你推荐我好不好 真的想拍 那当然了 不给钱我都愿意去拍啊 为什么 这样 这样就可以引起别人注意我 这样子就会有知名度啊 那 那这样 将来我要是出唱片的话 就比较好宣传啊 好 明天换一件漂亮衣服 我带你吃晚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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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去拍广告 我去拍广告